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台股事实上最强的就是贵买股 但是贵买还是有一点瑕疵 但是我们从量价 我们现在回到量价 我们给同学看一下 回到量价了 来开始看一下 我们从量价 我说量价 现在大家你会发现 这个量价的关系 增了一辈子 所以宣哥 你要开始讲量对不对 量价关系来秀一下 为什么刚刚宣哥说 大家争一辈子 连市场上的专家 如果我把它统筹归纳一下 大概分两派 台股指数今天过高 在早盘的时候 估量有2600 2700 如果以成龙大哥的说法 集中 我现在猜 如果耳后的某一天 如果超过2500亿 会不会要紧张 如果成龙大哥的说法 应该是3000亿以下都安全 待会听看看宣哥 可是不真的是实施 贵买金超过了800亿以上 因为宣哥要讲 我就把市场上的解读说出来 悲观的这么讲 市场太过激情了 大家拼命追高 所以都缺戒心 太过乐观 好坏都涨 当出现长黑或上影线 会快速的下坠 悲观这么说 但乐观的 乐观说 市场对过高 是认同的 所以追当然有道理 因为认同过高 全世界的资金要泛滥 大家不断印钞票吗 所以股市走多头 理所当然 只要内外资做多不改变 就会继续创新高 所以宣哥不知道 你是认同悲观还是乐观 对 这个有形容词 对不对 形容词 市场太过激情最高 激情要到什么程度 叫做激情 所以我们现在价格创新高 量是无法判吗 你能判断吗 不能判断 我尽可能帮大家抓 你怎么知道 大家抓狂到什么程度 那到底现在市场上 有抓狂吗 你要到最大量 但是有一个保证 最大量的地方 绝对不是最高价 各位同意这一点吗 理由是什么 最大量的地方 我们回到 我们直接讲集中的量 日K 大盘日K 日K 最大量 这个最大量 好像是这一根 对不对 这大盘 这一根 这最大量 最大量的地方 绝对不是最高价 因为今天就比它高 对 这个量没有比它大 对不对 那我懂了 如果把它讲白话文 最大量的时候 大家发现到 行情快来了 很多人都涌进来了 结果我追了 我只有50万 结果买了49万 钱都买进去了 没想到竟然还穿这么高 我没有钱可以买了 但是永远有人比你更有钱 就把它拱上去了 所以大量会出现在前面 高价会滚在后面 对 所以最大量的地方 一定不是最高价 所以你就放心 你不要去拆大量 你等到看到最大量的时候 它至少不是最高价 你还可以逃命 什么状况 当价格创新高 量不能再创新高的时候 这个交到量价背离 才是最高价 我不是要卖这里 我是要卖这里 所以炫哥的一元价之意是 我买在这个大量区 即使现在创高 你也不用担心 因为呢 反正我没有买 但是呢 这个地方量价背离之后 我这边还可以逃命 对 我还有算到 是不是 因为我要卖的是这个点 我不是要卖最大量的地方 我是要卖最高价的地方 这样各位我们直接解这个 你就知道了 好 现在这里大量 对不对 你说 这样你必须承认量价背离 但是它还没走完 今天早上开盘的时候 是三千多亿 对啊 孤了 后劲无力 你怎么知道下个礼拜 不会更抓狂 是不是 现在你又领到了三千块 对不对 说不定他偷来买股票 不行 人家说不行 偷买 股票它有分什么吗 我本来要吃饭的是用钞票 对不对 要买的是股票 对不对 我现在把这个三千块拿去吃饭 可以吧 对 但是我这个省出来 省出来的三千块 那个规范不住 政府在骗谁啊 是不是 他只能规范 那三千块不能乱买 对 但是问题 那我本来你没有的时候 我不是钞票三千块吗 你知道这是 就是我们金融学当中的货币替代效果 我拿振兴券去吃饭了 可是三千块 其实我原来的要吃饭的三千块 就可以拿去买股票 意思就是这样 我本来家用的钱拿去拿股票 这算是没有违法 没有违规嘛 但是我那个拿来吃饭 我本来是用钞票买的 现在就哇 用三倍券买啊 ok ok 对不对 那个骗人的啦 对不对 这就是人要打扮他 他这张就要去钞票 我就要撒瓜哥 对不对 这样会知道吗 有道理有道理 好 那量来 结论 好 所以现在good 关键在这里 这里量价背禮 为什么量价 因为这里的量 两千五百亿 所以要排除量价背禮 你必须量在荒大 超过两千五百亿 他就告诉你 这里没有背禮 所以两千五 其实以内都是安全嘛 难怪有人说 刚才能到给你讲 三千亿以下其实都 大量价格会不好 越大越好啊 ok 越大越好啊 是不是 为什么 因为为什么跪买最强 它量越来越大啊 对啊 对不对 不像这个啊 这个像电键一样 像电线杆 那个跪买是一路往上 你现在看 所以能不能解决背禮 如果它超过两千五 它就没有背禮 就会继续涨 好 那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不是这一次的问题 是跟这里的问题 这里有一个最大量 对不对 对 二七五八 两千七以上 这高点不是一一九三三吗 今天来了 对不对 对 今天不是最高点一一九三三吗 对 今天最高价一一九三三 还好它没过 因为你过的意思 就是跟这里背禮了 对不对 我没过就没背禮啊 但是如果下个礼拜 我过一一九三三 却没有这个的量 你没有这个量 就是量加背禮 所以它就双重量再背禮 一 这一波本身就背禮 跟上一波又背禮 价格创新高 量没创新高 叫做背禮 那如果两波的加量背禮会怎样 你背禮就要整理啊 我懂意思 量加背禮的意思是后继无力 所以我们不要看量的绝对值 要看量的对应值 对 所以简单的说先来到这里 不是创新高吗 对对对 因为你要想那明天 有人在2500亿这里买的 或者2400亿买的人要卖 下个礼拜要卖 我拿出来卖 因为价格我赚起来的嘛 因为我买在这里不是赚钱的嘛 你知道半年前被套在这里的 哎呦我也要卖 今天关了半年 终于解套了对不对 对 终于解套了 这里要卖 这里也要卖 今天量才2100多 对啊 我要卖卖不太掉啊 是不是卖不掉 对啊卖不掉啊 有一次买不掉 买不掉也不行 敢买下去就要跌停板 你知道为什么会卖不掉吗 因为现在的量不到2700多 全部都要卖的话 现在如果只有2000亿 或者是1900多亿这样的量 那其他的一扣就有500多亿 卖不掉啊 对啊 所以我们就这样量要怎么看 好 再来2500过了 好 量价俱仰对不对 再来要过这个的时候 2800又过了 那12197就过了 就过了啊 那我就可以创新高 我看一下12197的时候量 时间拉长 12197 所以这个量只要 最大就这一根嘛 就到了嘛 对 最大量就这一根啊 所以卖哥我结论一下咯 所以量的看法 千万不要看 危险值或绝对值 只要呢 要继续冲关 2500 2700万2就达正咯 2800啦 最安全 对对对 好 如果它的量放量下 量价俱仰 就直接往上攻 讲到四个字 讲到没辣 这样各位知道吗 如果我那个量是出现在黑架 那就会合了再上 也会上 就像这个不是2500亿 不是黑K吗 它还是上啊 所以回到文字党咯 宣哥开始帮大家进行结论了 最后一点量价关系 帮我们念一下咯 所以量价俱仰 先过22390亿 再过2758亿 再过这样就是量价俱仰 折台股走多 再创新高 12197 只要这样量价俱仰 还有一种 若量大收黑 量有超过 但是它是收黑 那整理量收后再上 反正你看到最大量之后 都一定还有最高价 所以量搞定一切嘛 对 只是说如果是红 就持续涨 黑刻了再上 就差别在这里 那若量价背离 意思说 没辣 2390亿 就是过不去 假突破 真拉回 我没有这个量 高点过不去 就是现在嘛 那到了再乘一下 也没有这个量 这个就是假突破 你纵然过了12197 也没有 那叫假突破真拉回 要整理后 有机会再上 OK 懂了 这样各位知道 所以这个如果是价量背离的话 整理时间会比较长 对 量价是很严谨的 它骗不了人 我懂了 这样各位知道吗 但是我知道 我在市场一辈子了 大家都没同一样 不然头部怎么会看到 底部怎么会看到 为什么大多数人在头部 底部都是误判 他们不是都在看量价吗 为什么 我没讲啊 这样各位知道吗 大家不同的观点 你要看对 你才会头部看对啊 你底部也要看对 你底部才会看对啊 所以这个一定要研究 你要理出一个逻辑 不是人云欲云 因为我已经听三十几年了 都是人云欲云 OK OK 好 感谢炫哥 信号我的家囊关系 今天有问炫哥这一段 超级精彩的 开始来帮炫哥进行结论 从大盘的月K讲起 今天炫哥呢 单刀直入 一刀见血的说 月K连三红 中多确立 可是今年的第一季 月K连三黑 中空确立 为什么中空会接着中多呢 不是很矛盾吗 原来找到答案 大盘的月K秀一下咯 前面的三根月K的中空 属于非电 传经偏弱的 后面的月K三红 中多属于贵买 属于电子 种多的行情 因此主角就是电子 不要再怀疑了 只是量该怎么看呢 最重要的关键 炫哥讲得好 只要量有出来 高定一切 量过 2500 2800 就万二 不是问题 如果量也真的有出来了 可是却是个黑K 那没关系 会喝了再上 可是量一直都被离家 给一直创高 让你开心了 这只是表面 量 老师没有这个也没有这个 那我告诉你 小心假突破 因为背离之下 就会真拉回 拉回中段整理时间 是会偏长的 还有刚炫哥也讲了 7月份的这个月 请小心 台币强升太激情了 13个月 可能会走扁 美元走扁 那么长的时间了 也已经13个月了 美元小心会走强 如果美元走升 可能美国股市跟台股 都会往下做修正 这次提醒 炫哥 我的结论 对吧 对 是的 好 感谢您了 接下来观众朋友 炫哥该讲的 我无望的重点 希望您都有听懂 进广告 回到现场之后 要让您更懂 说实在 这个新闻早就披露了 可是很多人都不明白 你也有买保单 可是四大保险新制度 这个月已经上路了 听说对银行是重灾区 什么的内容 对我们保护影响是什么呢 现在还是耳后呢 银行股怎么观察 让陈龙大哥说明白